深圳和美医院基因改造婴儿文书社造假已报警,中国深圳一名大学副教授日前宣布,一对经基因编辑的婴儿在中国诞生后,立即招致社会各界对这项研究违反伦理道德,以及存在巨大潜在危害等问题的一致谴责。 周二涉嫌为这个研究项目的伦理选朝开绿灯的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宣称,相关文书签名,涉嫌造假,目前已向警方报案广告。 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26日宣布,经过基因编辑的婴儿露露和娜娜双胞胎已经在中国诞生,并声称透过基因编辑,这对双胞胎小姐妹一出生,便能抵抗艾滋病不料。 这个消息立即引爆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弹。 社会各级都对这项研究带来的违反伦理道德的问题,以及其他严重社会危害,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当天,网络上曾传出一份疑似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的医学伦理委员,签署的医学伦理审查申请书,显示该院审查,并同意贺建奎,进行基因编辑婴儿研究。 而CCRF基因编辑项目的期指时间,是2017年3月,至2019年3月上面,还有几位医学伦理委员会成员的签名。 和美妇儿科医院简称和美医院,随即成为舆论批评的对象。 网传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的医学伦理委员会签署的审查申请书,网络截图。 当,第时间11月27日,和美医院的总经理成真,向陆美表示他已,经询问过相关人员。 他们都表示有关报告上的字迹虽然很像,但并没签过这样一份文件成真并特别强调,和美医院从未参与贺建奎及其研究团队,在网上提及的基因编辑婴儿的任何实验环节。 甘愿与贺建奎没有任何联系,他也不认识此人。 与此同时,和美妇儿科医院的前医务部主任秦苏季,也对陆美南方都市报表示,根据申请书显示的时间,他自己当时还在医院任职而且他也是伦理委员会成员,但是他并不记得医院开过这个会议。 作为伦理委员会成员,他的签名也没有出现。 在申请书上秦苏季趁基因编辑婴儿诞生的消息传出后,他还特地去找了上面有签名的前同事了解情况,但几名前同事都表示,并没有签过这张申请书,也没有印象,召开过有关这个项目的会议。 所以怀疑签名可能是伪造的秦苏季,表示医院伦理委员会,除了医院内部人员,还有法律界人士,社会界人士共同组成。 但是这张申请书上,并没有看到法律界人士,社会界人士成员的签名有路没报导称。 深圳卫生部门26日晚间,已派人前往和美妇儿科医院调查,但至今仍未对外公布任何调查结果。 海外有舆认为,进行基因编辑婴儿试验这样的大事,绝不可能是一名大学副教授个人通过伪造一些文件,就可以进行的。 尤其是基因编辑婴儿诞生,后该副教授还一度通过中共官方媒体,对外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也说明相关项目的启动和实施绝非个人行为。 只不过当事人没想到这个事件刚一公诸于众,立即就引爆批评狂潮,牵涉其中的各方机构或人员很可能因为忌惮舆舆论的抨击,而采取了矢口否认以掩人耳目的策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